他当时 就翻脸了 说如果我不给他这些钱的话 他就把集团里边 那些商业贷款的文件供不出去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他那天居然跑到我家里来 要挟我跟我爸 这些文件 会被我的商业对手利用 东城就急了 跟他吵着几句 不过还好我们事先有所防备 所以我们也不怕他 当场我们就拒绝了他 这种人我可不敢得罪 我就让东城送他离开 不对吧 这时候人就走了 那血迹什么时候留下的 我们在你家别墅的地毯上 发现了血迹 这个血迹来自于宋白宇 如果只是谈工作的话 你怎么解释 为什么地毯上会有 宋白宇的血迹 东城不成熟 是我打的 宋白宇 当时非常地狂躁 说急了以后 他就开始砸家里边的东西 你要知道 他一米九几的个子 家里面旧 哎哎澡先生 咱们说重点 她把儿子 nude